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听过签文又留机的感觉很忧愁 好像没什么办法 好像很消極地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按照簽文的意思 隱憂都很大 不是一下子會消失 化解的方法都可以說 想不到出來 指示不到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們的政府一樣 好像很消極地沒有符 沒有一個很正確的手法去解決這件事情 會不會比上一年更嚴峻呢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只不過這些人用的招數就比較欺負 抗爭的那班人可能會放下炸彈 或者晚上走過來搞破壞 就沒有像上次去年那樣 由入口佔到晚上那樣 我就稱這個行動叫夜暑行動 因為今年是暑年 六月這個五日之後 我們叫做任五月 我推算農曆的五月 就這個破壞呢 美國的暴亂呢 會再劈來變 美國呢 就這個月份呢 就應該是最差最亂了 西曆的六月這個二十號左右 那些最壞的事情就會開始發生 因為特朗普呢 西曆六月十四出生的 那過了他的生日呢 他就會交了一個大運呢 叫做辛丑大運 那他的流年呢 就叫庚子 那其實兩個大運呢 大運都沖著去的了 那他身為一個總統呢 他就會影響整個國家的運程 是的 所有人民運程呢 都受到牽連影響到的了 他每說一句說話 都會牽動了很多人民的心態的 因為這次六月二十一這個日環食呢 其實在美洲見得多的 尤其是在南美洲 和美國的維持會比較 比較嚴重影響到的 那所以呢 就都會擔心呢 其實那個病呢 有機會呢 就會在南美美洲 繼續會有些第二波第三波的可能性 那所以大家都仍然是 真是要小心啦 如果看運費來說呢 近年四月到十月呢 都還有些日環食啊 日傳食啊 去到二四年呢 那美國都還會有機會遇到 所以我估計呢 其實呢 我是擔心 美國呢 支持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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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動作性呢 有機會影響到經濟問題 那我擔心呢 就是下半年到明年呢 其實那個 那個經濟呢 有機會呢 被美國抬離了 凡親更年 天干更更更更 就對美國是產生不利的 而地支呢 通常出現問題的年份呢 都會是 鼠頭籠 所以其實今年呢 似乎都挺大問題的